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宇田先生今天聊聊这件事情 这段时间我们先看大风向 首先乌克兰的反攻不顺利 让乌克兰现在国际上的对他的质疑越来越多 再接下去的话 可能欧美的支援可能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利索了 现在乌克兰也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境 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也是他一个动机之一 因为反攻不利 以后没什么大的战绩 假如在这儿把它给炸上来 那就是一个大的战果 这时候人道主义灾难都就来了 会再次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然后第二点就是卡波夫卡大坝被炸了之后 扎波罗河核电站的冷却水池 现在有问题了 现在它冷却水池可能还可以坚持几个月 那几个月之后 扎波罗河核电站的冷却就很成问题 在这个节骨眼上 现在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要炸这个核电站 这个事情就显得很微妙 像刚才您说的 就是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埋了炸药 随时要引爆 俄罗斯指责乌克兰用导弹来打他 可能是风暴阴影或者是弹道导弹 不管是用什么 至少从表面上看 双方都有机会来攻击核电站 这个事情令人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当初卡河夫卡大坝 说双方都有可能炸 指责双方炸的时候 大家那时候还不相信 就真的发生了 现在双方又演了这一幕 会不会真的发生了 假如发生之后 这个灾难的后果会影响到什么程度 现在发生这个事情 我们不能说 它完全不可能 现在中国外交部已经发了在乌克兰的预警了 就让在乌克兰所有中国人赶紧撤出 这个事说明我们中国也是有一定的预判 就说这个事不是完全不可能 如果扎布罗的核电站被炸了之后 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我们知道苏联时期 就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当时是堆心融化了 苏联是动用了大量的人力 去用一个水泥做了一个石棺 把整个核电站封了起来 而日本的核电站也是堆心融化了 现在要向海里排放核废水 如果扎布罗的核电站又出问题了 因为它是一个内陆核电站 本来它是棒着地内泊河的 但现在地内泊河里面没水了 那么它就有可能出现 切尔诺贝利一样的问题 就是它的放射性烟尘 可能会向整个欧洲扩散 那就不是扎布罗热 甚至不是乌克兰的问题了 对那整个欧洲的问题 当年苏联负责任 让很多人牺牲了生命 要把它给封住了 现在谁可能负这个责任 乌克兰肯定不会 俄罗斯现在看来也没这个能力了 如果这个核电站被爆破的话 那么最先遭殃的首先就是欧洲 所以目前看 如果从这个后果来看 俄罗斯如果炸了它 可以让一血心头之恨 如果是乌克兰也可以用这个手段要挟 你别不给我援助啊 不给我援助我把它炸了 大家一起完蛋 顺便也把俄罗斯大片的领土 也搞个核战 大家一块完 是 所以现在判断是俄是误 现在如果从双方表面上来看 是都有可能的 就是双方都有动机 双方都有动机的话 这个可能性它就抖人争高了 它不像一方有动机 另一方没有动机 可能还有一些抑制的手段 如果双方有动机 那就不好弹 那就不太好抑制了 但是呢 今天啊 有了一个关键性的证据出来了 那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 在扎波罗核电站 不是派出了一堆专家吗 对 这一堆专家呢 今天就是报告说 没有在扎波罗核电站 发现埋设任何炸弹 而这一点就把俄罗斯的嫌疑给洗清了 那么剩下的 那只有乌克兰有嫌疑了 所以俄罗斯提出这个指责啊 别人呢 还很难把这种活跃给取消 因为俄罗斯指责 你可能用巡航导弹或其他导弹 这可能性永远是存在的 而乌克兰方面指责 说你买了炸药 一查没有 那你这个指责就不成立了 所以现在反而是乌克兰的嫌疑更大了 而且像刚才我们说的 他有可能用这个手段来要挟他 毕竟乌克兰啊 要挟西方也不是第一次了 前几个月 这个泽连斯基不就说了吗 如果乌克兰战办了 那这就是整个西方民主世界的这个末日 这个口气很重啊 其实就是要挟的口吻嘛 就是没有我 那你们根本挡住俄罗斯 那现在呢 可能他也会用要挟的手段 你们不支持我 我就把核电站炸了 大家一起玩玩 就他炸这个卡黄夫卡大坝的这个事来说 我觉得他真的干出来 毕竟嘛 这个乌克兰玩纳粹 也不是一天两天 所以这个风险呢 确实是存在的 相信国际社会一定会共同努力防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好 这个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方文面对面 下一期再见